台北市政府连续16年举办公车友善新运动 今年主题着重在轮椅族失账者推婴儿车 以及其他行动不便乘客等四大族群的无障碍服务 让特殊需求乘客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当然也让同车的乘客理解驾驶服务的过程 共创安心与幸福的公共运输环境 设置斜坡板方便轮椅族上车 紧接着固定轮椅系紧安全带 公车司机示范轮椅族上下车SOP 友善的关怀亲切的服务 让有特殊需求的乘客也能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服务到一位四丈朋友 在那个松山机场上车 我很担心他会跌倒 所以我就亲自到站牌下面扶他上来 然后就很有耐心的带他刷卡 然后扶他到位置上面坐好 那我还询问他说你要到哪里下车 那下车的时候我就多付出了一点耐心 多等了他一下 开比市政府举办公车友善新运动 迈入第16年 今年主题着重于无障碍服务 友善照顾轮椅族 推婴儿车 四丈族群及其他行动不便的乘客 当然也要让同车乘客理解驾驶服务的过程 共创安心与幸福的公共运输环境 我们做交通的都会认为 我只要把人从AD到BD载人就好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是要载着幸福 我要呼吁的是我们乘客对我们公车吃鸡 也要感恩 这才是一个互动 才能够让这个温暖可以持续长长久久 今年活动包括人气驾驶票选 网路留言互动参加抽奖 安全友善公车校园宣导等 希望透过实际行动为辛苦的驾驶加油打气 让爱与幸福延续下去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不到 国内外马拉松跑者 引颈期盼的台北马拉松 将在12月17日正式开跑 今年更引进国外盛行的早餐跑的活动 将在正式赛前一日来举行 希望能够借此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跑者来参加 促进国际观光发展 台北市体育局长王洪翔 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副理事长王文成 中华民国陆跑协会理事长郭国雄 以及其他赞助单位齐聚一堂 共同宣布2023台北马拉松 将在2月17日正式开跑 过去可能没有规律运动的伙伴们 能够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赛事的参与 能够一样成运动的系统 已经成为台湾跑者指标性赛事的台北马拉松 今年首度引进国外盛行的早餐跑 将于12月16日举办欢乐早餐跑3公里的赛事 欢迎市民朋友一同参与 国际的选手能够他们参与这个国际的马拉松的跑步 然后来台湾 用他们的脚步能够走遍我们台湾 走遍我们台湾所有的城市 这是我们的目标 台北马拉松是台北市 全体市民我们大家都马拉松 大家来参与 体育局长王洪翔强调 大型赛事能对城市行销以及国际赛事能见度的提升 并增强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 也希望借由新增的早餐跑 能鼓励更多跑者带着家人朋友 一同来进行city tour 促进城市观光 九层华丛报道 剑走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最容易被实践 也是最为推荐的身体活动 有助于养成运动的习惯 大通区健康服务中心结合在地特色 以及专家学者共同规划六大类型的剑走步道 包括人文历史特色 淡水河滨 林里公园等 还编制了洞思游大同的健康运动饮食手册 邀请民众到户外踏青兼运动 剑谈山步道平坦好走 两旁又有树荫遮阳 不少台北人都会到这里踏青运动 类似的剑走运动不用局限地点 举凡上班上学或是外出采买 习惯用走路方式让自己为初汉 就能达到运动效果 平常你只要加快自己的走路速度 达到有些微流汗 它就已经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 最好的时间就是利用上下班通勤 以及平常逛街压马路的时候 或者是购物的时候都可以来执行 专家亲自讲解轻松剑走方式 只要身体放松迈开步伐 就算高龄90岁同样能享受运动乐趣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特别规划43条剑走路线 还编制洞吃油大同健康运动饮食手册 邀请民众一起外出剑走 我们这样的43条运动的一个 剑走步道的一个资讯 放在我们的手册当中 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然后还有体力 还有在加速进的一个点 来进行剑走步道的一个规划 剑走是世界卫生组织 认证最容易被实践 也是最为推荐的身体活动 有助于养成运动习惯 记得不要在高温环境长期曝晒 适时补充水分 才能享受剑走的乐趣 又能避免热伤害 即使是经济不景气 民众千万不能因为一时的贪念 而以审视法持上官司 台北市文山二分局万胜派出所 就接获报案 称遭一名陌生男子骚扰 而袁景立刻就调阅了监视器 发现他在案发之后 又进入一家超商 偷窃了两罐坚果 在警方的敏锐观察力 以及弃而不舍的追起之下 短短三个小时内 就把嫌犯逮捕鬼案 监视器都拍到了 没问题 我会吹你 对啊 你给人家摸胸部干嘛 破历史苦口婆心劝说 不过年近50岁的阳性嫌犯 怎么样都不承认 但证据会说话 日前闻山二分局万胜派出所 下午接获民众报案 说自己被一名陌生男子性骚扰 但当袁景开始调阅监视器搜查时 有更惊人的发现 原来是当天下午 派出所副所长虽然伦修没有勤悟 但在外出行进罗斯福禄时 眼神一瞥 赫然发现与嫌疑人特征相符的男子 立刻不动声色 尾随在后 并通报线上袁景前往查证 等到确认身份之后 将嫌犯带回派出所 并当场要求他交出刑窃的两罐坚果 并依窃盗罪及性骚扰防治法 谈送法办 警方提醒民众 若遇到性骚扰 应该要立刻远离危险点 并记下嫌疑人的特征 通报警方前往处理 尽量避免与嫌疑人产生冲突 保护自身安全 接着顾参永 台北采访莫道 网络的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台北市议员陈炳甫 就接获支持者的反应 表示疑似是收到假脸书账号的私讯 企图要询问相关的个资 幸好支持者先向议员本人来确认过后 才没有落入诈骗的陷阱 为此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也呼吁民众 接获网络的讯息一定要小心求证 不要轻易的泄露个资 避免让歹徒有机可乘 民意代表服务地方不时还会出席节庆活动 和民众拔干警 有支持者相挺才能维持高人气 但却也让歹徒有机可乘 利用民带脸书假账号骗取民众个资 他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另外一个账号在私讯他呢 我说没有啊 然后他就传给我看 我们才发现说原来有一个 几乎相似度是99%的山寨版 台北市议员陈炳甫平时会和支持者 传送关怀讯息 但最近却接获民众询问 是否有用脸书私讯 经过幕僚一查才发现是假账号 仔细看 山寨版的粉丝专页 同样有放上大头罩 只是名称后方多了一排英文字 还有IG账号更夸张 只多了一杠底线 其他完全雷同 多媒特别注意 根本看不出来 大家都会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球星 或者是艺人的支持度而信任他 然后如果说他忽然这是视讯 他觉得很高兴说 原来就有在互动的人 然后就问我一些东西 我当然更希望跟他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互动 所以我想这个会比一般的诈骗网站 或者是钓鱼网站来得更可怕 他相似度很高 可能只有差一个逗号 甚至是一个钝号等等的细微的差异 所以加上他使用名人的本人的这个照片 所以就很多民众他有一不注意就可能会加入他的账号来受骗 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亲自到派出所来查证 也可以持续来追踪我们本分局 也就是我们中山分局魄力士的粉丝专页 以及IG帐号 我们随时都会提供最新的诈骗手法的讯息 让全民来一同加入打击诈骗的行列 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提醒 不管是假冒名人账号骗个资还是保证获利的投资广告 民众收到后还是要小心求证 尤其不要贪图获利落入诈骗陷阱 才不会让辛苦钱白白被骗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根据统计全球有5%癌症都跟HPV 人类乳涂病毒相关 男女都有可能深受其害 而近来感染HPV相关癌症的年龄层也逐渐的下降 因此台湾家庭医学会邀请乐团告5人来担任卫教大使 推出卫教单曲又到天黑成熙版 希望借由音乐唤起更多人关心HPV的预防 舞台上现身成为HPV人类乳涂病毒的卫教大使 今年才获得音乐平台举办的第18届音乐风云榜 年度风云歌手的团体告5人 与台湾医学医学会合作 推出卫教主题曲又到天黑成熙版 期盼透过音乐邀请年轻朋友 一起关心及预防HPV HPV是不管男生女生都有机遇会发生的 然后它可能会造成脂肪颈癌 头颈癌 然后还有肛门癌 还有菜花之类的情谊 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性 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别 我们都应该去做好预防这个动作 担任卫教大使不忘提醒大家 HPV人类乳涂病毒不论性别 在开始有性行为后 感染几率就大幅增加 其中子宫颈癌 肛门癌 阴道癌 万因癌 菜花等都是HPV的相关癌症 医师呼吁安全性行为 女性定情抹片检查 及依照医师叮嘱接种疫苗 都是预防感染的重要观念 不要忘记的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病毒的感染性很高 只要接触到这个HPV的话 都可能接受到感染 特别是像说生殖器官 这个口腔联末等等都有可能 那这个如果说经过10年20年以后 如果没有自然痊愈 就可能会诱发其他相关的病变 医师表示 由于HPV病毒的感染性较高 像是皮肤及口腔粘膜 只要接触就有可能感染 过了10年甚至20年后 没有自然痊愈 就可能诱发其他相关病变 因此呼吁预防HPV 也是重要的防癌观念 记者陈明轮 采访报道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激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我不要得产病毒 完全没有消毒 可能会传染产病毒哦 我不要得产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换衣服才能报往啦 有人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 老师说 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请洗手 让卫生肠病毒 远离我 散毒再进化 毒品新生人口下降 只是第一步 我们更要支持戒毒者 当他们失去接纳支持 毒品可能又趁虚而入 政府提出再犯防止推进计划 减少毒品带来伤害 更需要用友善 接纳关怀 支持戒毒者 回归正常生活 大家好 我是李懿 各位朋友 如果你在求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 征财公司需合法立案且正派经营 第二 千万不要随便交给陌生人 你的账户提款卡 或者是身份证件 也不要乱签署任何文字契约 第三 通常跟你讲说 钱多事少离家境 通常都是诈骗陷阱 你可以直接打 165询问哦 新北市水利局今年在淡水公司填锡 其实做国内首次使用玉柱系统的组合式 全断面的鱼梯道 强调使用了玉柱混凝土板 以及配合天然的筷石 营造阶梯式的鱼道 除了减少混凝土的用量之外 施工的现场也不需要组磨以及灌浆 施工快速 而且又能降低对水域的污染冲击 但是新北市语言证员就表示 看在居民以及生态学者的眼中 这个鱼梯的设计恐怕会伤害到回游的鱼类 新北市水利局今年在淡水公司填锡 施作国内首次使用玉柱系统的组合式 全断面鱼梯道 强调使用了玉柱混凝土板 及配合天然筷石营造阶梯式鱼道 除了可以减少混凝土使用量之外 施工现场也不需要组磨及灌浆 施工快速 而且又能够降低对于水域污染的冲击 但是新北市议员证员表示 看在居民和生态学者的眼中 这个鱼梯的设计恐怕会伤害到鱼类回游 包括了它的材质 也是不是大自然的材质 是人工材质 是H型钢 还有包括它整个尖锐的角度 会不会让鱼类在回游的时候 然后去刮伤受伤 那甚至是它这样子直角的一个方式 会不会造成一个鱼是没有办法顺利的回游 这些部分呢其实今天都在现场 希望水利局去做一个改善 那鱼梯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我们是只有两边有水 像我们中间那一层是也都没有水的状况 其实对于鱼在回流的状况 其实它们也是有困难的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部分是可以按照水利署 它们的一个原则 然后我们水利局可以去做遵循 那把这边是改善的更美好 议员证员表示 以H型钢和玉柱工法设置鱼梯 直角的设计造成玻璃一流产生空洞 恐怕导致鱼类无法回游溯源 而在102年经济部水利署公布的水利工程技术规范当中 就曾经提醒这个问题 另外H型钢的锐角恐怕也会造成生物在上缩的过程中受伤 而荒野保护协会也表示 公司田西常见的回游鱼类 有西哥、马口鱼等等 而这新做好的生态鱼道工法虽然是值得肯定 但还有些部分是可以来做改善 因为我们目前在现场所看到的 这个完工后的一个状况 它有一些问题 像包含这些玻璃流 因为它的这个预柱工法 它是用比较垂直的直角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泥构造 那很容易产生这种玻璃流的一个状况 对于这些鱼类要上溯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障碍 H型钢的这个折角的地方是比较尖锐的 也可能在大水的时候 会造成鱼类不小心会去撞到这些尖角而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我们完工之后 我们这次的是一个比较新的工法 我们用H型钢跟一些石龙 那我们是希望未来在鱼道维护上 它是用一个预柱式的 它就可以很方便来做一个维修 来做调整 那原则上我们在施工中 有做了整个鱼道的成效的观察 其实目前这个鱼道其实成效是好的 鱼类上溯跟整个生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做个报告 当然有些小部分有需要微调 比方说加强一些橡胶 加强一些软垫做保护 这个部分小部分我们回来做处理 水利局表示 全国首创的生态工法 鱼梯道以自然环境特性 及生态保育纳入整体考量 回馈滚动式调整施工工序及工法 提升鱼道串联上下游的 漆地迁徙效益 经过完工后的观察与研究 对于生态是没有问题的 也能够有好的成效 但对于这次的会刊 未来也会来进行细部改善 剥离流和包覆锐脚的措施 记者许端英淡水采访报道 为了让行驶新北市新店区 安详路的中期和642路线等公车 有更宽阔的回转空间 市议员陈宜君就成功协调社区 以及地主将巷口分隔岛 进行削减退缩 同时公车也延伸载客的路线 不仅可以加汇居民的乘坐 也让公车行驶更加安全 新店区项坡里多为山坡社区 居民出入也相当依赖公车 为了让公车在动线上 及行驶上更加安全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接获陈勤 邀集了相关单位会刊 希望能够将原本公车回转处 也就是安详路190巷口 争取更宽阔的回转范围 也因此在多方协调下 社区及地主同意将巷口的造景分隔岛 进行缩减退缩 让中期和624路线等公车 都能在此处顺利回转载客 减少交通事故 大概在好几个月前 4月11号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就会看过了 那也现在目前取得地主同意书 也谢谢社区管理会 他们也就是经过区分所全人会议 同意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来施坐了 根据了解 由于先前中期和624公车 都是在上方处回转 但由于陆幅过载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如果改到此处回转 除了可以延伸载客的路线 加会居民乘坐 也能够让行驶的动线更加安全 因应现在公车的问题 要把它退缩 那也是有必要 那也兼具美观 兼具公车的安全 那我们这个190项的 这个百姓乘客的需求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子 目前已经取得了土地使用同意之后 后续将会针对项口 这块突出分隔岛进行削减 由交通局规划出 公车所需的回转范围空间 而种植在上方的树木 因为直径超过了60公分 将会依照移植流程处理 新北市议员陈宇俊表示 会持续督促相关单位 尽快完成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立法委员洪孟凯 一早在市议员宋明宗 以及张玉清里长的陪同之下 来到泰山福泰市场 向乡亲来请安问好 并且恳请乡亲 继续给予支持与鼓励 将继续与乡亲们 一起来努力 使泰山越来越好 打造更宜居安居的生活环境 立法委员洪孟凯 他一早在市议员宋明宗 及张玉清里长的陪同下 来到泰山福泰市场 向乡亲请安问好 并且发送环保袋 人气强强棍的一行人 受到许多婆婆妈妈 及摊伤的热烈支持 过去这三年多 都每一次都很常来到市场 那些人特别 因为我们有新做环保袋 来发送环保袋 给我们所有乡亲好朋友 除了是来跟老朋友 大家在见见面以外 更重要也是听到大家 对于我们地方的期待跟心声 洪孟凯立委服务团队 不仅拥有高人气 还很接地气 时常与地方民众站在一起 并且倾听地方心声 他表示很感谢过去三年来 乡亲对他的支持与信赖 他也没有辜负乡亲的期待 为地方争取了许多建设与福利 很多的乡亲都说 过去三年多 我们共同的努力 让泰山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也希望 继续的来延续这样子好的热产 好的服务 感谢今天张玉琴里长 也感谢今天宋明中议员 都陪同孟凯一起前来 我们希望让泰山能够变成一个 更宜居安居乐业的好环境 和孟凯恳请乡亲 继续给予支持与鼓励 持续用热忱服务的心 与乡亲们一同努力 使泰山越来越好 打造更宜居安居的生活环境 记者胡宣泰山采访报道 为了强化平溪区 跟防救灾编组单位的防救灾能力 20号平溪区公所 在平溪市民活动中心 就举办了一场 平溪区的 红台的灾害无脚本并推演练 透过各编组的即时脑力激荡 让各编组可以更了解 当灾害发生时 应该如何迅速的防灾到位 保障民众的安全 为强化平溪区各防灾编组单位的防灾救援能力 今天平溪区公所在平溪市民活动中心 举行一场平溪区 台虹灾害无脚本并推演 透过各编组的即时脑力激荡 让各编组可以更了解 当灾害发生时 应该如何让防灾迅速到位 保障民众安全 其实平溪这边的一个地理 还有气候条件 大概都是以台风水还有一些坡地灾害为主 那今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 冰期推演主要的目的就是 在这样子灾害情境的条件之下 把辖内所有区务团队的各个编组 在假定的情境之下 先做一个浴泥跟响定 平溪区区区长表示 其实平溪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大概都是以台风水患或是坡地灾害为主 今天举行冰期推演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模拟在各种灾害的情境下 把辖内所有区务团队的各个编组 做防灾、抢灾、救灾等等推演 然后做一些这个抢灾、防灾、救灾 等等工作的一个推演跟浴泥 那这样子的话 常常经由这样子的脑力激荡的一个想象 可以在平常的时候 准备好一个灾害的一个模拟演练 那实际上如果遇到抢灾的时候 可以驾轻救手 赶快投入到一个救灾相关的工作 区长进一步说明 这次病期推演都是没有脚本 只有请进 所以都是模拟依当下发生状况来进行推演 需要仰赖各单位编组一起脑力激荡 互相讨论最适合及迅速防救灾工作 未来如果面临灾害时 可以立即投入救灾工作 并确实到位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介陈威 平熙 采访报道 石门区的医疗资源不足 卫生所就是在地乡亲的求医首选 甚至也可以说是唯一选择 而知名肉粽店家留家肉粽 有感于石门外储偏乡医疗资源的不足 就特别回馈乡里捐赠了医疗仪器 为石门卫生所再增添两台的医疗胜利军 分别是新店图以及势力检查仪 为了感谢这个刘老板的慷慨解囊 石门区的卫生所就举办了捐赠仪式 向乡亲来报告这个好消息 并且也感谢刘家肉粽 为偏乡医疗的付出 石门的知名肉粽店家刘家肉粽 去年有感于石门卫储偏乡医疗资源的不足 特别回馈乡里捐赠卫生所医疗仪器 今年度再度为石门卫生所增添了两台的医疗仪器 分别是新店图与势力检查仪 为了感谢刘老板的慷慨解囊 石门区卫生所就特别举办了捐赠的仪式 向乡亲来报告这个好消息 并且也感谢刘家肉粽为偏乡医疗的付出 石门卫生所其实以前有旧的机器 新店图机 不过这个新店图机用了很久 其实它的线路因为这边潮湿 其实有时候它的感应其实不太好 那我们有时候有些有需求的病人 像是糖尿病患 或者是有心脏疾病的病人 要做的时候 即时做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让这个做的新店图看起来比较完整 所以我们的 对于旧的机器的困难点 就是怕病人做的不标准 做的数据当然不准确 那再加上如果病人有即时状况 也来不及做 所以我们新人机器就是 它其实科技更进步 所以更准确了 然后再加上就是 其实它速度 上传速度 一些科技上传的东西都比较进步了 所以其实对这边的民众 有需求都不用到大医院 然后来这边就可以 那另外一台是视力机 那这视力其实以往都是用 人工的就是要去 手去进去那个机器那边比 但是如果多了这台 其实我们用手按的机器 像在玩电玩一样 就是可以减轻我们同仁的 就是工作的应该增加他们效率 然后减轻他们负担之外 那也可以增加就是老人家 就是做健康检查筛检的速度 就不用排队等那么久 仪式上展示了两台全新的仪器 卫生所主任也指出 因为旧有的新电图仪器老旧 虽然是经过了维修 但也担心检测出来的数据有时精准 加上跑数据上传的速度也较慢 有了新的新电图检测仪 让数据更精准 检测的时间也更快 另外新的视力检查仪是轻便可移动式的 让卫生所外出社区健康检查室 可以更便利 因为石门确实是个偏向 连一家诊所 连一个牙医院都没有 如果说乡亲有临时发生任何的状况 比如说胸闷 胸痛 还是心气 就不用跑到大医院 他们来这边卫生所就可以做一个即时的检查 能够侦测出说身体有什么状况 所以特别感谢刘家乐伙的状况 他们慷慨解囊 然后又考虑到回馈乡亲 让乡亲在这么贫乏的医疗资源下 有这样的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源 石门区长来参与仪式 并感谢刘家肉粽为偏向医疗的益助 区长深感偏向医疗资源的不足 加上石门诊所少 乡亲有求医需求 第一时间都会选择卫生所 因此石门卫生所可以说是 必须担起整个石门区民众的医疗需求 好在有在地企业对于石门医疗的关注 并无私的回馈奉献 造福乡里 让有相关求医需求的乡亲 看并不再需要周车劳顿跑大医院 也可以给乡亲最及时的医疗协助 记者老品和石门采访报道 谢谢 大家好 现在帮您提示 可是如果您不知道怎么买 有家妇没有纪念的亲人 要求职还是帮忙回款 一定会提供警察 并且是应该 我们店里说这个仿杂专属 未定的密码 妈妈最爱讲证的啦 这四人小孩都算靠你知道吗 靠音 165 转诈骗电话资讯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举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已对交通安全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机查取缔 之违规太阳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则以严重影响 交通安全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连续违反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及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人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吸手马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证部警证数 感谢您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会嗨 会嗨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可以不以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铃 你可以钓鱼清新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晴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部水利署 苦口婆心泥 为了推广糖尿病的防治 新币狮子会与新北市新田区安和里营法俱乐部来合作 在安和活动中心举办糖尿病健康讲座 教导长辈正确的健康观念 课程结束之后还有共餐的活动 逢神的菜肴让长辈们都相当满意 国人罹患糖尿病的人口越来越多 为了推广糖尿病防治 新币狮子会与新田区安和里营法俱乐部合作 在安和活动中心共同举办糖尿病健康讲座 邀请里内长者参加 新币狮子会会长石美伦表示 糖尿病防治是狮子会重要的工作之一 希望透过社区宣导 带领民众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我是希望有小地方触及在大地方 然后让大家国人有一个理念 就是告诉我的亲朋好友 还有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邻居跟他们说 我们要注重就是糖尿病 现场新币狮子会也帮每位长辈进行血糖量测 发现血糖值不正常 就提醒长辈务必要到医疗院所做进一步的检查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新店区安和里里长刘淑美表示 非常感谢新币狮子会带来重要的糖尿病味教知识 帮助里民重视自己的身体状况 让老人家能够走出家门来到活动中心 接受一些医学尝试跟味教课程 健康讲座结束 安和里营法俱乐部也准备了丰盛的菜肴 让长辈们共餐 刘淑美里长说 安和里每个月都会固定举办两次共餐活动 主要是希望鼓励长辈一起运动 聊天吃饭促进身心健康 来这里大家有朋友说一位 不然住家里的肢呆症 来这里大家想说有经家地性 还有办法运动 还有想说练义身体健康 还有想说共餐 想说大家志工他们很得心 给我们传到这么好 让我们想说大家老年 还有同学姐吃四餐饭 大家欢欢喜喜 很好 他们来共餐可以结识到很多的大哥大姐 左右邻居走出家门 然后一起参加活动 安和里的志工 以及新闭狮子会的师姐们 热心地为长辈们打菜 让大哥大姐都觉得相当温馨 不仅有美味的饭菜 还有温暖的人情味 难怪长辈都相当期待 下次的共餐时间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炎热的夏日 品尝凉拌的竹笋沙拉等美味料理 对于喜爱吃竹笋的民众来说 是不能错过的美食之一 不过面对市面上所贩售的各种绿竹笋 消费者知道要如何挑选 才能买到最好吃的竹笋极品吗 现在就请荣获2023 泰山竹笋评鉴比赛的这位冠军达人 来传送你三招 如何从竹笋外观挑出好笋的撇步 炎热夏天来盘凉拌竹笋沙拉 还是用笋子食材做成的 手握寿司饭等美味料理 这对喜爱吃绿竹笋的民众来说 是不能错过的美食之一 不过面对市面上所贩售的各种绿竹笋 消费者知道要如何挑选 才能够买到最后价的竹笋吗 农友将先挖的竹笋直接送往传统市场贩卖 多数消费者都想要抢先购买 却不知道怎么挑选极品 现在就有请荣获2023 泰山竹笋评鉴比赛这位冠军达人 亲自传送你三招 如何挑出好笋子的撇步 白湾艾肥是优质笋的象征 消费者只要记住笋王达人传授的秘诀 就能挑到吃到新鲜细嫩又脆甜的绿竹笋 记者黄又贤泰山报道 由新北市推出的青春系列 为电影首部曲《昨天与明天》 以及二部曲《后来的开始》 入围纽约广告奖 两支影片都是导演意志言指导 影片以年轻人的爱情 及亲情故事做对比 分别讲述心态温载郡 以及五股下绿地的蛻变 新北市新闻局表示 这次入围也象征 新北力求城市蛻变的故事与精神 获得国际的肯定 由新北市政府推出的青春系列 为电影首部曲《昨天与明天》 及二部曲《后来的开始》 入围了世界五大广告奖之一的 纽约广告奖 包括品牌内容娱乐 以及推动文化两个类别 这也是新北市府首次有影片 入围世界级的纽约广告奖 象征新北力求城市蜕变的故事 与精神获得了国际肯定 首部曲《昨天与明天》 讲述的是男孩小卓和女孩明明 从小在温载郡的铁工厂一起长大 有着共同的成长回忆 即将搬离的女孩送给男孩一本笔记本 作为再见礼物 里面记录着两人在温载郡成长的点点滴滴 充满对过去的不舍与眷恋 却也有着对于未来的期待与向往 象征心态温载郡走出50年来的不变 开创美好未来 而二部曲《后来的开始》 则是以刻画男孩与父亲勇敢为爱踏出下一步的故事 描述过去的包袱与未来梦想之间的约定 也象征着五谷垃圾山蜕变为五谷下绿地的艰难过程中 市民与市府团队不畏艰难展现了改变的勇气 《青春二部曲》系列影片是由导演易志炎指导 影片巧妙从年轻人的爱情及亲情故事对比 呈现改变的不意与勇气 两支影片在社群上都突破了百万次的点阅 故事勾起不少网友的在地回忆而广受好评 新北市新闻局表示影片以隐喻的叙事手法 描述出新北市民与市府团队在温载郡与五谷下绿地 蜕变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与勇气 这次能够入围国际知名的纽约广告奖 代表影片传达的意念与精神 已经跨越了语言限制以及国界 点点滴滴触动了人心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市瑞峰高工空间测会科 在去年成功申请教育部国教署 补助扩增高级中等学校双语实验班的计划 设置双语实验班提升学生双语学习的成效 过去一年进行双语实验教育 而20号在黄金博物馆举行成果发表 在技职学校特别是工科领域的科系 显得特别不一样 对于学子未来接轨国际将不失谋 瑞峰高工外籍教师Joyce 菲律宾文化美食教学 英文代理老师Joe 线上国际交流 在双语班成果展中发表 他们在技职学校读书一格教学方法 及经营理念 也让学生勇于开口说英文 不只是生活上的学习 也在专业科目上运用英语 可以增加更多知识量 科展的报告变成英文版 然后在这边发表 在上台的时候会紧张 我刚刚是介绍那个 我们所用的美食的工具 家里我在家里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会帮妈妈煮饭这样子 也会碰到这些东西这样 我刚刚介绍那个需要的面粉 那些干的食材 就是负责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然后到时候让他们去沾那个鸡肉来用 你觉得学生能够在上台上的英语 应用得到 就是可以自己在家出来吃 尤其是在空间测绘这个部分 我们引进 透过顶尖群科计划 引进了许多欧美先进的测绘的仪器 而这些测绘仪器 最主要的语文表达都是英文的方式 假设我们能够在双语这个部分 能够强化这个部分 学生不仅在学 跟了解各种的一些技术的一个know how 他可以更直接 更容易理解这方面的应用 For example, just like today I do like that in class I actually help them speak English and try to learn more vocabulary some grammar and normally it's more of conversational English that I'm helping them and also I'm working with the teachers in Ropanggau Kong so this time as I'm learning with my students and they're learning with me they're actually trying to speak with me most of the time they can now say natural English but not literally that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but they're trying to communicate with me as a foreign teacher so I'm happy with that 那我们在专业课目上 就是协助专业课目老师去编制教材 然后训练老师去讲英文 然后也训练学生去针对这个步骤去做操作 然后再来就是针对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科目老师 那一般科目老师在上学期的时候 我们是在入班的时候 把老师讲的中文翻成英文 那在下个学期的时候呢 再根据老师的需求 再去做这个变化 新北市瑞芳高工空间测位科 在去年成功申请教育部国教署 补助扩增高级中等学校双语实验班计划 设置双语实验班提升学生双语学习成效 过去一年进行双语实验教育 今天在黄金博物馆举行成果展 在技职学校特别是工科领域的科系 显得特别不一样 对于学生未来接轨国际不是梦 那我所以希望他们上了高中之后 透过很多的活动 让他们发现自己其实是有这个能力 他可以去表现得很好的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需要点半效应 就是让学生彼此之间 他们可以互相作为彼此的模范 所以就是有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学 那他的这个很优良的表现 就会刺激其他同学说 下次也希望可以有这样子很优秀的展演演出 成果发表里面发觉到学生对老师的回归特别的多 对因为他们知道老师对他们非常的付出 而且也愿意去带领了他们 知道他们英文程度不好 但愿意去陪伴他们去学 从线上从晚上留下来 他们愿意去 他们后来也愿意去投入 所以我想这个工期是一个很好 良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互动 看到学生从不会不敢到愿意开口 而且主动的积极投入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双语实验班 让我们学校有更加活泼 透过外师的引进 让全校在这个部分也可以有分享到成果 我期待未来瑞芳高宫是走向一个国际 世界化的一个学校 这次空间测绘科双语实验班首度在校外 办理成果展意义非凡 面对全球化浪潮 让学生勇敢走出校园 找到学习自信 空间测绘科把每一位同学都视为 教育体系中的独特个体 教师用心教学 让学生学会不再放弃学习 放开脚步追求梦想 在黄泊馆展现自己学习成果 非常不容易 杰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很多人喜欢走进咖啡馆 感受咖啡馆里的有闲氛围 以及浓郁的咖啡香 而位于淡水异品书屋当中 这次馆方邀请到咖啡界的精品 成真咖啡来进行一场香气四溢的咖啡讲座 成真咖啡表示 这次不单只是分享成咖啡故事与理念 更带来了两位的咖啡师 要教大家怎么做出自己喜欢的手冲咖啡 很多人喜欢走进咖啡馆 感受咖啡馆里头的悠闲气氛 和浓郁的咖啡香 而对于淡水的一品书屋当中 这次馆方邀请到了咖啡界的精品 成真咖啡来进行一场香气四溢的咖啡讲座 而成真咖啡表示 这次不单只是分享成真咖啡的故事和理念 更带来了两位的咖啡师 现场准备许多工具与咖啡豆 要教大家怎么选出自己喜欢的手冲咖啡 这次特别帮大家设计的精品咖啡主题 然后去跟生活做结合 那如何从自己生活中去挑选属于自己会喜欢的咖啡 所以我们会从产区 然后还有处理法 甚至是陪度的方式 去让大家去知道说 自己怎么样挑选自己喜欢的咖啡这一块 成真咖啡表是这一次特别帮大家设计精品咖啡主题 去跟生活做结合 如何从生活中挑选自己喜欢的咖啡 因此从产区处理法以及陪度的方式 去让大家了解怎么挑选咖啡豆 而现场也带来许多的咖啡豆 来一起体验不同陪度的咖啡豆 会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就会产生不一样的香气与味道 这个空间能够成为一个多元学习的平台 然后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有找到很多很棒的一些讲者 包括音乐 包括旅游 包括养生保健 还有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很棒的空间 有饮品 书籍等等 让大家能够在闲暇之余 或是在任何一个想要来这边进修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还结合了 今天有带了就是我们的 成真的不同陪度的咖啡豆的部分 让大家去做体验 让大家也学习怎么样品尝咖啡 透过品尝可以了解自己的喜好在哪边 那我们也有现场的咖啡师的部分 去帮大家去做手冲的示范 你可以让大家去做个整体的体验这样 一品书屋表示 成真的咖啡透过四大关键 包括了咖啡生豆采 直接贸易 让产区农民有更好的收入 销售由冠军团队所打造的咖啡 获利50% 也捐助非洲洁净水计划 不仅是从非洲选购咖啡豆 更回馈非洲 使当地人有干净清洁的水喝 让咖啡循环世界更美好 而这一次讲座 从四大产区 品种 处理法 陪度 挑选自己喜欢的咖啡 及学习品评的小技巧 享受属于自己家中的咖啡 纯净式体验 一起走入美好的精品咖啡生活 记者许端一带水采访报道 陈次风 陈次风 接下来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大活动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